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班王好 我是士风 根据一家专营海上打捞公司的消息 昨天下午收到来自边加兰渔民们的投诉 指边加兰沿岸海面出现油污污染 致使他们的渔货 皆无法送上市场贩卖 连渔网也沾满油污 渔业活动无法操作 提供消息的陈浩元指出 根据渔民们发出的现场拍摄视频画面 沿岸海面海底等都沾满油污 现场画面还出现有渔滋陷入油污里而死亡 捕鱼于50年的边加兰渔民吴顺德披露 发生油污污染海域事件后 他整个星期未出海捕鱼 十余年前当地海域也发生过渔船相撞意外 他当时正好在深海捕鱼 还不晓得渔船事故 以致当他收网的时候 渔网全数遭油污污染 令他损失于万令吉 柔佛州卫生级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天顺表示 柔佛州环境局今日会继续巡逻及监督市湾遭油污的情况 并将在必要时启动海滩清洁行动蓝图展开海上清理工作 当局所接获的消息指油污污染问题 于佐藻约80许被发现 事故地点位于四湾游客区一带没有波及渔民码头 而根据风向预估油污问题会影响南中国海一带海域 包括渔业局环境局等各个当局正在进行密切留意去观察 单容苏辣州议员阿兹南透露 本月14日新加坡海域发生船只碰撞后 400公吨的燃油泄漏在当地海域 如今泄漏的燃油已经漂流到马来西亚的海域 并影响五万海域 各大定义县长阿末纳兹尔今早在主持特别会议 已决定所需采取的措施 防止油污事件进一步恶化 换个焦点 据柔佛消产局发言人透露 于昨晚10时41分在南北大道63.7公里处 发生一辆托格罗里撞上停在南北大道路中央的载机罗里 造成在地罗里从25尺高的桥坠入1.5尺深的河流 意外导致29岁的托格罗里 失机受伤 在机罗里的失机和跟测员不见踪影 消沉人员一度兵分两路 在河中寻找两人 并要求南北大道派出吊车 将坠入河中的罗里移走 以方便搜寻行动进行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洲日报新洲网